伙伴们 伙伴们来了 两个来了来了 能听到两个声音吗 能听到两个声音呢 在群里面扣扣一 能看到屏幕的 在群里面扣扣一 两个来了 重启还是挺快的 重启还是挺快的 就是现在风上嗷嗷的叫 OK 这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在干嘛呢 开启我们的虚拟机 开启我们的虚拟机 重启电脑 重启电脑 重启电脑完了 过后呢 我把这个弄一下 好了 那虚拟机呢 我们重启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时候呢 play运行 那这时候呢 开机非常的快 开机非常的快 两秒钟开完了 这就重启 那重启好了 过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干嘛呢 去连接 再去连接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加2 Windows加2 192.168.1.139 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敲回车 这时候就弹出一个这个 弹出一个这个 弹出一个这个 注意的是 Windows加2 输入这个 再次输入这个 Windows加2 输入这个 那这时候呢 它就干嘛呢 给我们弹出一个 弹出一个 弹出一个什么呢 就弹出一个什么呢 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 Share 打开 那这叫输入 输入什么用户名 用户名是EDU 你的用户名是啥 密码是123456 123456 敲回车 这时候呢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进来了 这就进到哪儿来了 进到我们叙利街了 注意 进到叙利街了 我忘记截图了 我忘记截刚才图了 就是单击这儿 输入用户密码 单击 单击 输入用户密码 单击这儿的时候 输入用户密码 输入什么用户密码 输入虚子机的 输入 虚 输入 输入什么 输入ubuntu的 用户名 用户名 我们设的是和用户名 密码 用户密码 OK 这时候我们如果这儿弄好过后 我们将来就可以远程开发 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在虚拟机里面开发 虚拟机里面开发 远程开发 那这次呢 进去过后 双击进去过后 这是我们的文件 里面有个json 这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rfid 音乐播放器的 这个呢 咱们 这个呢 把它删除 把它删除就行了 那么不忙的删除 我们看一下 这是这个 我们看虚拟机有这个文件吗 虚拟机有这个文件吗 那我们打开虚拟机 虚拟机 那虚拟机呢 有个share share你看这里面 是不是也有个json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你看 是有东西的 有东西 说说这时候呢 我就干嘛了 我就干嘛了 我把它删除 大家你看 我在这就可以把它删除 那这时候呢 永久删除 永久删除 那这时候呢 虚拟机 一下就没了 一下就没了 那我在这呢 干嘛呢 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a.tt 新建一个a.tt 那这时候呢 它这边呢 也出现了a.tt 说这两边是同步的 同步的 说这时候呢 我们要考虚拟机的内容呢 就从share里面考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去 好 我们要去干嘛呢 我们如果要去 要去 比如说 我我写好代码 拖进去就拖到这里面 就ok了 访问这个就等下 一会访问我们虚拟机 比如说我现在虚拟机里面 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文档 创建一个空白文档 那曲名叫b.tt 在虚拟机上面创建呢 你看 这边就同步了 这是b.tt 那这就是我在windows下 我的windows下 去干嘛呢 去访问我们的 虚拟机的内容 虚拟机的内容 但是它能访问的 只是一个share共享的路径 不是所有路径的话 它只能访问share下面 而share下面在哪呢 你可以看一下cd cd 加募下面 你可以看一下 它当前有个share下面 share再看一下 share里面去看看 这就有a.tt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a.tt和b.tt 这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干嘛呢 去远程访问我们的 远程访问我们的什么呢 访问我们的这个 这个虚拟机 这个是方法是非常好的 方法是非常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已经干嘛了 我们已经可以干嘛了 就可以通过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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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干嘛呢 远程 远程访问什么呢 访问 访问什么呢 访问我们的乌邦兔 乌邦兔 什么呢 目录 是访问目录 这个呢 是搞定了 搞定了 OK OK 两个的电脑快 不是两个快 两个的电脑快 那么是通过 windows 访问目录 是这个 那么访问目录 这个搞定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干嘛呢 我们还要远程 光访问目录还不够 知识点三 知识点三 光访问目录还不够 访问目录 只能说远程可以考东西进去 拿东西出来 拿东西出来 这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远程终端 如果能远程终端 既能远程目录 又可以远程终端的话 那我们 那我们干嘛呢 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 就是说蓄理机 就是蓄理机 开起来过后 我就可以干嘛呢 给它最小化了 但不能关 就可以最小化了 我可以通过Samba 去访问目录 通过了SH 干嘛 SH服务器 服务器干嘛呢 访问 Uban2的 Uban2的什么呢 终端 Uban2的 终端 通过这两种远程访问 这两种访问过后 我就可以真正达到远程开发 通过Samba 访问里面的文件 通过SH服务 去访问里面终端 那SH服务访问终端呢 该怎么去访问呢 这个呢 如果 如果 因为我们这里面 SH已经有了的 Service 咱们这个 两个给你们的 这个SH服务器 已经安装好了的 Service SH Restart Restart 敲一下回车 你看 是不是已经跑起来的 说明已经有 如果你的电脑上 没有SH服务器 那么就请安装 那这个呢 可以略过 有的可以略过 安装什么SH服务 SH服务器 有的可以略过 有的 可以什么呢 略过 略过 其实我现在给大家讲的 什么Samba服务器 SH服务器 如果里面安装 也不会影响你的使用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 远程开发 远程开发的必备软件 远程开发 那么怎么安装呢 那个命令呢 我也忘了是叫啥 好像是 OpenSH Server OpenSH Server 我要看教案 我要看教案 好 是这个 注意是这个 OpenSH Server 还真是没记错 OpenSH Server OpenSH -server 那这个呢 就 就可以 先你就输入这个 安装 安装命令 先安装 一定要注意 安装 注意这个地方 现在输入这个命令 安装 伙伴们 一定要注意 安装 这是安装 如果用了我的 就已经有了 如果你的也有 也最好 安装 安装完了过后 安装完了过后 干嘛 就是什么呢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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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什么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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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服务 默认是不重启的 你重启一次 以后就不用重启 那重启是什么呢 速度 速度 service sh restart 重启 重启 重启完过后 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现象 重启完过后 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 就会看到这种现象 这就表示 OK 重启成功 重启成功 这就是重启成功 重启 重启 成功 重启成功 好 这是重启成功 重启成功 好 那么这儿有这个服务器 那么怎么 如何通过 接下来方式就是 通过我们的windows 通过 windows 干嘛 windows干嘛 windows干嘛 访问 远程访问我们的Linux终端 远程 访问 访问什么呢 Linux终端 怎么访问呢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借助一个软件 你要想访问 需要借助个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是啥呢 两个给大家 非常小的一个软件 非常非常小 tours 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软件 setsh 在你的windows 下安装就行了 这个软件 我发的群里面 这个去下载一下就行 怎么回事 拖不动 这干嘛呢 怎么拖不动 好了 这个软件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去下载下来 一定要下载下来 下载下载 下载这个软件 一定要注意 下载这个软件 一定要把这个软件 下载下来 一定要把这个软件 下载下来 很小的一个 总共才八兆 下载 下来 那么下载下来了 下载软件 然后安装 安装该软件 安装 该 软件 这就让你的windows 也有sh 让你的windows 也有sh 那么安装的话 就是什么 双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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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next 一路next 选择安装 他就给你安装了 他说已经存在了 我就不安装了 一路next 取消就行了 取消 一路next 知道什么叫 一路next吗 经常会说 一路next 就是你别修改 一路next就可以 就可以 安装好了过后 安装完成过后 安装完成 完成过后 过后怎么办呢 直接 windows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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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这玩意儿 输了cmd 输cmd 就打开你的windows中端 打开你的windows windows的中端 windows加2 输入cmd 输入 输入什么 cmd 输入cmd 那输入cmd 就单击确定就行了 cmd过后 这时候就出现这个位置 那这时候连接怎么连接 注意 sh只需要在 前提式的安装好 这个软件 sh什么呢 sh 你的名字叫 我的名字 Ubuntu的名字叫edu art加Ubuntu的地址 192.168.1.139 这个地方 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这是 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Ubuntu的用户名 登录用户名 所以一定要注意 Ubuntu的 Ubuntu的 登录 登录用户 用户名 用户名 那么这就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Ubuntu的IP 这个必须要对 刚才拼通了才行 Ubuntu的IP 然后呢 敲回车 敲回车过后呢 它会让你输入什么呢 输入 输入用户密码 这时候呢 输入 输入什么呢 用户密码 有可能直接是输入密码 这就看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我输的是啥 敲回车 它说yes 你是否准备好 你确定你要连接这个吗 你说yes 输个yes 一定要注意 输个yes yes 好像只输一次 以后就不用输了 输个yes 那输完yes过后了 干嘛呢 这时候你看 我敲yes过后 这输入密码 密码就是你的登录密码 我的是12356 123456 也不带回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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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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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候干嘛呢 敲回车 敲回车 好 这就连上了 这就连上了 来 看一看 那么这个连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连接到 虚拟机的终端 那大家看看 这和我们的 完全一样 比如说 我在这 CT波浪号 进到加募路下面 大家看一看 你看到没有 LS 你看到没有 和我们这个 完全一样 你看到没有 Share Share公共的 模板图片 下载 桌面 音乐 你看和我们的 完全一样 所以这时候 虚拟机的 可以最小化了 我给这个 通过这个终端 去操作我们的虚拟机 也可以干嘛呢 通过我们的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Samba 去往里面认内容 往里面的认内容 我的Samba 在哪儿去了呢 Samba Samba 一样的 Samba就是Windows Windows加这个 192.168.1.139 打开 当你输完密码过后 就再一次了 就干嘛了 就已经有了 那这儿进到什么 Share里面去 看一下 所以有两个 A.TT B.TT 对不对 有两个文件 有两个文件过后 我把它删掉 我把这个B.TT 删掉 删掉 删掉过后 你在这儿重新再查看一下 重新再查一下 就A.TT了 就A.TT了 那么我在中单上 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C.TT Touch C.TT 再看一下 有C.TT 那么我的Samba里面 也有C.TT 所以说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 一个是Samba服务器 一个是SH服务器的 这两个就是 以天和吐龙 以天和吐龙 这总结 这就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我们的什么 就可以正常访问 就可以正常访问 访问什么呢 Uban2的什么呢 中断了 中断 注意好 两个给你们做好笔记的 我现在讲这个 并不说让你 跟着我的节奏 直接干嘛呢 就说直接干嘛呢 就是直接 现在给你弄出来 现在弄出来 是我有笔记 已经输好了 你按照笔记做 因为现在我看不到 你们做的情况 你现在可以等着你们 现在这个 我把笔记做的好一点 做的好一点 那么大家就可以查看 说这时候 你看一下 输入LSL 这时候就是成功的 那么有了这两个东西 那远程开发就没问题了 一个远程文件 一个远程中端 中端是编译程序 携带嘛 编译程序 编译程序 控制我们的蓄理机 然后文件呢 就是存放文件 存放文件 所以说就OK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SMBA 这三把服务器是什么 三把服务器 SMBA 总结 总结一下这两个 总结 总结什么 SMBA 这是服务器 SMBA 三把服务器 服务器是干嘛的呢 是用户通过什么呢 Windows 干嘛呢 访问 访问什么呢 访问我们的什么呢 访问 Ubuntu的什么呢 目录 目录 就说这时候 只要我的机房里面 安装了这个服务器 我就可以在Windows下 去访问你的目录 那SF呢 SF服务器呢 SF服务器是用户 用户通过什么 通过Windows也好 通过Mark也好 都是无所谓 不一定是通过 通过Windows 我们通过Linux 去访问Linux也可以 Linux访问Linux也可以 就通过什么呢 通过自己的电脑 自己的 自己电脑 关键是什么电脑 通过Windows吧 因为我安装的是Windows 就咱们去写个Windows吧 通过Windows 访问什么呢 访问 控制什么呢 防控制什么呢 Ubuntu的 Ubuntu的 中断 那么这两个 都是远程操作 都是远程 远程 远程 这两个就是 以天和屠龙 以天和屠龙 远程 所以以后 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那么两个给大家看 演示一个 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要去写个代码 我要去删掉 重新删掉 重新删掉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三把服务器 三把服务器 比如说 案例 案例演示 案例什么 案例演示 那案例演示干嘛 首先是在什么呢 Ubuntu Windows的 三把中 Windows 在Windows 就是访问 Ubuntu Ubuntu 的目录 干嘛呢 创建 一个什么呢 man.c man.c 所以说你看 我现在打开这个文件 就是 我重新给大家 弄一下嘛 首先第一步 Windows加r 那么这儿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虚体IP 输入是两个反鞋 看 输入虚体IP 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过后呢 一般是记住用密码 记住过后呢 你在这儿写点 新建一个什么呢 一般来说 我不建议大家 立即 立即干嘛呢 算了吧 就这样 新建一个什么呢 简单点 新建一个man.c 你这儿随便写 man.c man.c 这时候 新建好了 那么新建好了 过后呢 Ub Ub 你可以用什么编辑都可以 用什么编辑都可以 有什么编辑都可以 那么 那么干嘛呢 比如说我用 骆驼佩加 骆驼佩加 打开 你windows下 用啥都可以 用啥都可以 你用什么软件 打开都可以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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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std io.h io.h 然后呢 intman 写 这就像 我们以前写代码一样 int ar gc char 青花 ar gv 不用微声认 您了 OK 然后呢 return return prin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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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printf hello ubuntu ubuntu 写好过后 一定要记得保存 写好过后了 保存 写好过后保存 你用什么写都可以 用什么写都可以 OK 什么没记住 没记住 我有笔记 一路lex 我都没看 一路点下去的 注意 这个我说了 以后看到我写 一路lex 就是一路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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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就全点下一步就行了 全点下一步就行了 那么这写好过后了 接下来呢 windows写好过后了 接下来 再什么呢 再什么呢 在 在 在 上什么 编译 上什么 编译 编译 那怎么编译呢 你看我们这儿是远程的终端 是吧 远程终端 那么ls查看一下 cd进入share 这个只是看一下下 cd进入share 也有两个视频 我命令没讲 我下午才讲命令 man.c man.c -o生成什么 -o生成可证文件 叫慢吗 敲回车 没有问题 没有警告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当前有一个man 这算 点斜杠 运行 那这是不是就 Hello Ubuntu 是不是我们运行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运行的结果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是gcc 什么呢 man.c man.c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linux开发 linux开发 它不像wc610 还要建工程建设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文件 单纯文件 单纯文件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是这个项目演示 是远程开发 远程开发 远程开发 开发演示 那么还有本地开发 再写个案例 案例 本地开发 本地开发 那本地开发怎么开发 说白了就是什么 打开我们的训细器 打开我们的训细器 进入到 share里面去 你现在不是有个man.c了吗 不是有个man.c了 我在干嘛呢 gdit 注意啊 通过这个命令 去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说a.c 这是本地开发 假如说你没有 连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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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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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太小了吧 太小了 首选项 我看一下这个 字体 这个 你看啊 这儿就可以写什么 include 这个也太难 这个还行 sddio.h 这是本地开发 intman 什么呢 intargc 这看我视频就行了 我后面 都要讲这些命令 只是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就行 rater0 那干嘛呢 printf printf 放大了 printf 比如说是 hello hello什么的 ubuntu hello ubuntu ok 反显卡 那么写完过 一定要记得保存 保存 那保存完了过 就可以把这个 关掉 关掉过后 你看ls看一下 ls看一下 是不是有个a.c 那有a.c干嘛呢 有个a.c过后干嘛呢 a.c过后 一样的 gcc去编译 还是a.c 生成高 生成a 这时候呢 当前就多了一个a 你看到没有 多了一个a 那运行 点斜杠 叫运行 可置用键 这是 hello ubuntu 是不是出来了 这个呢 就是本地开发 本地开发 那本地开发 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么呢 输入 输入 输入get date 这是一个 windows下的 这是个windows下的 什么呢 文本编辑器指定 windows下的 编辑器指定 这是windows下的 文本编辑器指定 类似于 类似于 类似 类似 windows 我说了 今天上午 大家只是看两个表演 windows下的 记事本 指定 命令 命令 两种开发 就看你选哪一个 都可以 我建议是远程开发 我建议是远程开发 然后那这儿 接下来就是在 a.c里面 敲入 在 在打开的 a.c 里面 干嘛呢 里面 敲入 敲入代码 敲代码 那么敲入代码的话 怎么敲呢 就是 就是刚才 这是我刚才敲过的 敲 敲过的 记得保存 一定要注意 敲完过后 一定要记得保存 记得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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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敲完过 不保存 这儿有一个什么 这儿有一个保存 这个保存按钮 保存 保存 保存完了过了 就是什么呢 保存完了过了 就是编译 编译 在 在终端上 编译 代码 在终端上编译代码 那终端上编译代码 怎么编译呢 就gcc gcc a.c a.c 刚刚生成 可质文件 这个里面 可质文件写个 呵呵哈哈都可以 刚刚就是output 输出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虚拟机上 本领开发就是 就是什么 gcc a.c a.c 讲到这儿啊 今天上午呢 就讲到这儿啊 OK 我把视频先保存一下 我把视频先保存一下 我们在终端上编译代码